剛剛這樣大家看過之後 你現在呢 把我們這個軟體打開 DIM 那各位呢 在 我們電腦這邊開的 他不是最新版本 但是沒有關係 你打開之後 他是英文的 你先按一下 Create New 先進到他的介面裡面 進到這個介面之後呢 你找 編輯 這裡 有沒有一個 Preference 偏好設定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修改 一下語氣 各位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 現在是英文的 有沒有 有一個簡體的 看一下 沒有嗎 UI的介面 沒有看到簡體的 這個簡體的介面這邊好像不見了 那沒關係啦 那你就只好 認了 就是用英文版的 這樣可以嗎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一下 在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呢 他有 內建一些模型 比如說像現在大家很多人常常每天都有喝咖啡啊 和手搖杯啊 對不對 這裡有像這樣 你把它點 點一下 他就會加進來 或者你要用拖曳的 或者你是喝這種飲料的 有沒有 汽水瓶的 這樣就進來了 但是各位 記得我講的 第一件事情 不是先移動什麼 模型 先移動 你的攝影機 找到你要的角 度 還有 你要的 透視角 那麼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在這一塊的 就是攝影機的 這一塊 好這是攝影機旋轉角度的 所以你點到這裡 那我就可以來這邊 對不對 你就看你要看哪一個 好 那你就 這個是 移動的 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這些都是攝影機 所以真正的物件有沒有移動 沒有移動 你只不過是透過攝影機 做調整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 比較清楚的 我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 好 先這樣就好 先簡單一點 你可以像這樣移動 那如果這個物件 我在這個角度 我想要把它放大一點 請你找左上角這邊 上面這三個 就是 調整模型的本身 所以 我如果要放大就找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縮放 好現在呢 我找到第二個之後 點來這裡 有沒有 那你要等比例縮放 我就找到中間的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 你也可以按住Shift Shift 如果你不確定我這樣都移不到的話 沒關係 你就是按Shift 這樣也OK 好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縮放一下 那你要移動 你可以像這樣 往前 有人 移過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 知道一下 你進來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的 好不好 給你先試看看 先從 裡面 先找一個 你覺得你想要的模型 拿出來 然後呢 等一下 再用材質 再改變燈光 那麼呢 各位你現在 有了 基本的模型 這個模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 找到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 這邊是模型 對不對 就是這一顆 那他的旁邊這個 就是材質 Material就是所謂的材質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 你下面這邊已經變成什麼 材質 那你可以先看看 比如說我們用 右邊這個咖啡杯 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我這個先拿掉 好不好 你看咖啡杯這裡 如果杯蓋 你想要找白色的 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 白色塑膠的 他裡面呢 其實有一些 有沒有 這些 那如果 我先找一下 呃 塑膠的 這 丟出來 你就把它丟上去 有沒有 這就套上去的 那 這個顏色 當然我再改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你的杯身 你要金屬的 就把它丟到金屬上面 等一下 這個是一起的 你們說用這個喝 會不會太貴 蛤 這裡 你可以像這樣把你的材質丟過來 丟過來 那其實他本身有分兩個 有分兩個 你看 這個 有分蓋子 跟瓶身嘛 就紙杯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你只要其中一個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 挖蓋子 你可以點點看 有沒有 我點到這裡 點到這裡 他會亮起來 是這一個 所以我強要有 這個是塑膠的 我就丟出來 有沒有就准他換 因為我剛剛是點在上一層 所以他會全部都換 那你如果做好的 丟進去之後 你可以回上一層 那我現在 要杯子本身 要金屬的 好就丟這邊 有沒有之後他變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把它 就是 調整一下 它的材質 那 材質有了之後 如果你自己設定的logo 可不可以丟進來 當然可以啊 你看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 剛剛這是模型 這是材質 我們找最後面這裡 有沒有圖片 這個就是你 自己設計的 圖 可以把它丟上去 也可以做什麼 背景圖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先試看看背景圖 比如說我要在這個 這個 上面我就把它丟進來 你就丟在這邊 這是背景圖的地方 有沒有這樣一個 場景就進來了 然後呢 往下走往下走 這裡 這些都是屬於背景圖 也可以用在我們的 這個 上面都一樣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logo 比如說像我這一個logo 等一下 還原一下 我就點到它 來點到杯身 因為我要放在杯身上面嘛 所以我按著 拉進來 有沒有就進來了 這個時候呢 它會 幫你 設定一下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金主的 就是金直的 一個是這一個 那如果你要移動它 一樣找左手邊這裡 就是物件本身的移動 移動 縮放 旋轉 那這個呢 就可以幫助你來調整 好 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 我要把它小一點 我可以按出去的 整體縮小一點 那麼 你要移動的話 就用這個 看你要放到杯子的哪裡 各位這樣會自動轉到後面去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自己去調整一下 你要有一點點角度 好 按 都OK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跟我們剛剛那個夏老師所提到的是不是都一樣 如果你是想要 把我們的透視角 怎麼樣 跟 這個 背景圖 結合的話 不要弄 就找這裡啦 就找這裡啦 回到這裡有螢幕 就環境 也有一個叫 Match Image 這叫匹配啦 匹配場景 它就會自動幫你算 稍等它一下 按下OK 有沒有自動算 它就會幫你把杯子擺好 好會幫你把杯子擺好 好那待會呢我們可以再針對它的 燈光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做調整 對不對 一樣在下面這邊 環境的燈光 我需要強一點亮一點 然後呢我希望我的 這個 對不對 你可以旋轉一下 燈光你找到這個 太陽 這裡有一個 太陽的 這裡可以打開 燈光的強度 燈光的強度 然後呢 你本身的 高度旋轉 有沒有看到影子在哪裡了 這樣有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一下調整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要輸出 怎麼輸出 我們有一個比較快的 這個是夏老師那邊沒有提到的 就右上角這裡 這裡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最高畫質的輸出 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 在 編輯的過程就先看到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 這裡的品質會比這裡的品質來得好 這個是用小圖的方式先做 一個比較快速的輸出 在右上角這邊 所以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我就先調整一下 比如說有攝影機 我想再轉一下不同角度 等你轉圜 他這邊放開 馬上就把你先做一個 因為用的比較小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我們在 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更精準的 這個 感覺 如果不喜歡的怎麼辦 沒關係 重新回來這邊 你想要把它變木頭的 我們就回到木頭那邊去 這裡 咖啡杯 好杯子 杯子 那你就可以找找木頭的材質 木頭的木頭的 這裡有木頭的材質 把它丟出來 對不對 你可以向照 那當然 剛剛那個 Logo你可以再重新貼一下 回去 找到這邊 找到這邊 丟進來 這樣子丟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用這種方式來設計 有沒有 覺得比較簡單 而且你可以很輕鬆的 就轉到你要的角度 那這種方式跟平常各位 你用那種固定角度是真的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 你固定角度的 你就必須要自己 把透視角自己想清楚 要改 就會非常麻煩 給各位先試看看 好不好